大家好 这边是麦子学院给我们带来的德德CMS反撞教程 我们接着来讲我们德德CMS的一些课程 这一节课的话给大家讲我们的这一个文件结构 不管任意一款这个CMS 不管是我讲的这个EC社会也好 德德CMS也好 或者是以后讲的一些CMS系统 我一定会安排一节课就是文件结构 也一定会安排一节课是我们的数据库 这两个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你有些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要找一个东西 你必须知道它放到哪 对不对 如果说你它放到哪里都不清楚的话 这样子找东西或者是二次开发的一些效率就会比较低 所以说我就分这么一个课程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德德CMS的一个文件结构 首先打开我们德德CMS的根目录 这边的话会有这么一些文件夹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它是一些什么作用 那像这个A的话就是我们一些默认的HTML生成文件就放到这边 昨天已经演示给大家看过了 这是A的话就是用来放我们的一些静态文件的 默认进HTML生成目录 这是A对不对 那德德目录的话就是叫做什么 数据库配置文件和一些公共配置 这是我们的数据库配置文件 那这一个进来大家看一下这边会非常多的一些文件夹 还有一些这些配置文件 但是比较重要的话就是这一个数据库配置文件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些是我们一个数据库的配置文件 以后要改转移数据库 就是要来这边把自己的新的数据库写在这一边 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边会有一些session的保存目录 然后这边会有一些嘻嘻巴巴这种东西 还会有一些什么美举的东西 我们最主要的话就是进来这边改我们的配置文件 改配置文件 然后这边会有一些什么缓存的这个文件 缓存的文件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系统会生成给你 系统生成给你 希望没必要自己去弄 那我们主要的话就是认识这一个 知道数据库配置文件要在哪里改 是在Data里面 然后再一个是我们的image所文件加入的 那我们这一个image所文件加的话就是 这个就是一些广公共图片目录 公共图片目录 比如说一些广告啊什么东西的 但是可以放到这边来 看到没有 他一些默认的广告就放到这边来的 没啥用 然后有一个include include的话 如果大家也看过我的这一个 ecshop课程的话 知道我们include的就是我们类库目录 是比较重要的 我重要的话 这边写一个重要 或者是给大家标红一下 我自己给大家标红一下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进来之后的话 就会有我们的所有很多的类 得到的很多的类 还有我们的一些编辑器之类的等等的东西 这个这个呢也是后面我们接触到二次开发之后 再去一个一个了解 那进来之后 进来之后我们这边的话 得到CMS的话 几乎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 像我们Json啊 Member啊 还有一个模型之类的等等 我们这一个得到CMS的话代码其实是不是很规范 但是代码一些 学他的一些代码经验后 或者是学他一些 比如说这个ZEP压缩 很多人就不会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ZEP压缩的类 这个的话是我们得到CMS已经整理好了 所以说可以非常方便的拿来用 以后不管是你自己开发系统 或者是怎样子都可以把它分离出去 这是比较方便的 那我很强调一个就是我们学二次开发的话 就是学我们CMS作者的一些编程思维 二次开发是非常长经验的 那么这是我们inclus一个重要的文件夹 那这边有个install 这个是我们的安装目录 安装目录我们可以直接删掉了 一个是这个对不对 安装目录 安装完和需要删掉 好这个就是这个 我们安装完之后直接给它干掉 里面其实没什么东西的 如果说你再次安装的话 需要把这个东西给删掉 需要把这个东西删掉 那我们不需要二次安装 我们安装好之后直接把它干掉 好这边有个 java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自定义的一个目录 就昨天 昨天这一个生成文件的那一个 好这边有个m文件夹的话 就是得得CMS默认移动端 好就是一个简易的这个移动端的一个东西 好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我们直接localhost-m 好这是一个移动版的 我们F12打开之后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手机按钮 然后再刷新一下 它就变成一个手机版的这个 得CMS了 看到没有 它会主动的去监测我们的UI 然后给它 301到我们的这一个新的网址上去 但这样是比较不合理的 按道理来说的话 我们也是需要对这些东西进行一些二次开发的 那它有的话 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它是一个移动端的一个目录 然后这边有个mats 得得 它默认的话就是 这个也是重要的一个目录 默认是得得 这个是得得CMS的后台目录 好这个是我们重要的 安装完后需要改目录 名称 为什么要改呢 就是为了一个安全性 因为得得CMS大家都在用 如果你不改名称的话 大家都用 得得就知道你的这一个路径是多少 直接就进来去做一些非法的操作 然后member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会员系统 会员系统 那会员系统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概念 一个比较重要概念 因为看你做什么 看你做的是什么项目吧 我们直接这样子 他会自动监测是否是移动端流浪器 如果是移动端的话 他会用m来访问 大家有看到 那这边会有一个会员中心 会员中心就看你没有需要了 因为做一些资讯业的话 一般是不需要会员的 那会员的话也可以 可以比如说这个文章进来 他要什么权限 他会有一些这样子设置 当然你已经生成静态是没有办法的 你一定要用动态才会有一些权限的判断 那么我们DOTCMS的会员的话 是比较有bug 就是bug比较多 比较容易攻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会员 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的话 我们的不会启用我们DOTCMS的会员系统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日程开发的一个小小的东西 但是有些时候你的项目必须要会员 那就没办法 要会员的话 我们就给他一些东西给改一下 就是安全性自己去把控一下 这个有多么不安全的话 就各种各样的 DOTCMS非常容易被攻击 是因为他怎么说呢 代码比较简单一点 对这些优化也没怎么做 总的来说也是树大招风 而且它也是一个比较老的项目 就是攻击的人就会比较多了 好 那Member也讲完了 这边有一个plus plus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一些扩展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后来安装留言帮之类的东西 它就会在这一边 我们姑且叫它挂件 挂件目录 好挂件目录就是功能拓展目录 那这个的话也是一个重要的目录 我们给它弄起来一下 好这边会有一个spec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会员个人中心的一个东西 我们进来的话 它会是到我们的一个 是专题 不好意思 那这个是我们专题列表 专题的话等我们有了 这也是再进来说 那我们这一个叫做 如果有一道的话 再进来说给它说一下 专题目录 好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模板目录也是很重要的啊 模板还有我们的uprope 模板目录 文件上传目录 那这一个装题目录就不是非常重要的啊 好其他几个红色标注的 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些文件夹 比较重要的一些文件夹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模板目录 模板目录的话 它是会分成一个default 还有一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们看一下 这个应该是第三方插件要用的一些东西啊 增加数据之段对吧 好 然后它会有一个system system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后台 不对 是我们的这一个前台会员中心的一些东西啊 这边还会有一些inc的配置文件 那这些我们还没遇到都没关系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麦子后台 看一下它的模板是怎么来控制啊 模板是怎么来控制 F-O-X-T 好 这边有个模板对不对 模板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默认的一个模板管理 默认的一个模板管理 这边还有一个插件模板 插件模板 那么像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插件的一些模板目录了啊 好 那讲到这边的话 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得到CMS的模板 如何来安装啊 其实我们可以去它的这一个官方网站去看 这边有个模板目录 对不对 我们点击模板 进来之后的话 我们点击下载此模板 好 它这边的话就会提示啊 这边会有演示站 会有演示站 自定义的地方 较多啊 较多的话 可能不大适合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是12年的模板的 比较老 此风格适用 我们现在是5.7的啊 5.7的 试用版本 好 这边有一个试用版本5.7的啊 我们把这一个给下载下来啊 把这个给下载下来 还需要登录啊 还要 注册一个 邀请码 好吧 那我这一个得的CMS的账号 可能得去找一下啊 因为他要邀请码 邀请码的话 我是现在没有啊 大家可以去购买 好像是30块一个 对对对 30块一个啊 有效期60天好 那么大家去购买一下 我们这一个得的CMS的 这一个邀请码也是可以的啊 那我没有账号的话 下次找到账号 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些模板那些怎么来做啊 那他这个模板的话 做的没有我们这一个ECSOP灵活啊 所以说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还是得默认去改这一个 默认文件夹下的东西啊 好 那么 应该没有了哈 反正主要目录的话也很简单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好 我们来回顾一下 那重要的话就是我们include 的一个类库哈 然后一个是后台的一个目录 然后一个是挂件目录 然后再一个是模板目录 还有一个是图片上场目录 好 文件图片 好 他这边都会有这边有软件 对不对 媒体文件等等等等 好 那么最重要的话就是这么几个红色的 大家记住一下 我们修改模板的话 肯定是在templates里面去修改 对不对 如果一些挂件项目 肯定是在我们的plus里面去修改 对不对 然后要找到我们的一些所有类的话 肯定都是在include的 不管前台后台 他都是放到include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文件 结构的一个作用 文件结构的一个作用 大家一定去了解一下 没事的时候点开来放一下 点开来放一下 其实得到cms的页做到后面的话 也比较简洁的 比较简洁的 好 好 按下 按下 好 出来